哈喽大家好,这周上海的天气特别好 这是有一天晚上出去跑步的时候突然看到一片粉色的云 但是当时没有带相机,就只好拿扎扎像素的手机稍微录了一下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 这是这周最开心的一件事吧 就是我去看了在上海的一个波浦艺术的展 第一次见到了我最喜欢的艺术家安迪沃霍的真迹 这是草间弥生的斯罗印刷的南瓜系列 他也是一个波浦艺术的大师 这是安迪沃霍的玛丽莲愣露系列 这系列好像有很多很多服 而且就是来展出的也挺多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罐头汤系列的 这个应该是有非常多服 但是他在这里只展出了就是这其中几部 这是他的花的系列 就是他本来就是喜欢用这种重复的这种 就是这种印刷来表现这种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但是反正就是特别喜欢他 然后这是村上龙的作品 村上龙其实受他影响特别深 所以他也喜欢就是这样不停地重复一个图案 然后变换他的颜色 而且村上龙就是感觉很喜欢一些可爱的东西 他就是他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卡通的元素 像那个很典型的就是那个笑脸的太阳花 还有这些这边有一个恐龙我觉得特别可爱 对这就是他最经典的太阳花系列 这个看起来就会让人心情特别好 虽然给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这个太阳花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图案 但是它又通过这样的重复 就是也能制造出一种那种艺术的美感 就是看起来也会让人心情特别好 我觉得能传达这样一种信息 就已经是艺术的一个很高的境界了 这个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幅吧 就是一个多埃梦身上影响了一些这个太阳花 多埃梦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 还挺童年 这个是远勇定正的一些作品 其实我在看这个展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然后我在看展的时候 就是买完票之后发现这里没有他的作品 我就上网搜了走他 我觉得他的这个作品也是给人感觉 有一种幼儿园小朋友画出来的话一样 但是也是看着让人非常舒服 就是无论从他的配色还是他的这些图案 就是看似随意 但是会真的让人感觉到很 就是心情愉悦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还有他画的这个 他的这个画上出现了很多这种圆形的 像长了一个小眼睛一样的这种小人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要表现什么 但是就是还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如果能收藏一些这样子的话 放在自己家里也会心情很好 这是另外一些村上王的话 就是我专门仔细拍了一下 他在这个印刷的底色上面也会有很多的细节 就是给人感觉很酷 这也是他的一些作品 他这个可以看出来 他是把日本传统的一些元素 就是会像服饰会的图案一样 和他的太阳花融合在一起 就是也蛮有趣的吧 算是一种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融合 这就还是令人愉悦的太阳花 去完那个展之后 我又来到了横山合集的这个书店 它里面正在办一个小展览 又是那种就是上海的一些 旧时候的那些东西的这种展览吧 你看有一些旧盒子啊 还有酒瓶花露水瓶这种 还有一双小鞋子 还有一些管制 就是我还蛮喜欢看这样子的小东西了 之前我去淮海陆的那家文艺朗品 他就在办 就也是这个人他收集的一些这种老物件 就这些还是那种皮鞋的撑子 就还挺有趣的 接下来就到了放毒部分 其实这是我 就是星期六 星期五就是章午节这天早晨 就去看那些展之前 就是去吃了很多东西 在上海的这块一个 阳府区这边的一个老街区吧 因为离我们学校比较近 刚才那个是一家挺有名的葱油饼 然后这是一家鲜味面馆 它的牛舌面特别著名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舌面 然后它是牛舌拌面 就是它里面应该也是葱油吧 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拌一拌 然后它每个人会赠一碗清汤 这个清汤跟就是兰州牛肉面的那种汤 感觉差不多 这个面味道也还不错 这就是这块的老街 就是特别有生活气息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这边很魔幻 因为它是在北外滩这边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老房子 但是远处是就是很繁华的那种都市景象 就是有一种魔幻的感觉 这是一个就是周围的知名 都会来吃早点的一个 就是卖锅贴这些的一个店 然后这几个阿姨正在做锅贴 他们特别用力的在揉这个面 然后锅贴出锅啊 锅贴就是也还蛮好吃的 我之前去南京吃的锅贴 跟这个锅贴的做法还不一样 这里是我们去了外滩 北外滩这边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书店 但是有点早它没有开门 但是这书店旁边有一个平台 它是在北外滩这边的码头 就可以看到陆家嘴 感觉还挺壮观的 然后我们又去了 也是在这一片的犹太难民纪念馆 它的这个楼的外观挺漂亮的 里面还有这种就是这种花的窗 它也就是游泳教堂的感觉吧 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整体这个基调是比较沉重的 因为毕竟是当时二战的时候 在上海有一些好心人 他们在这里收留犹太难民 给人感觉他们也挺令人敬佩的 然后我就又去了静安大跃城 吃了一个这个传说中很好吃的 中雪糕雪糕 其实它跟小时候的小布丁有点像 但是还是蛮好吃的就是奶香味很重 这里是去了大跃城旁边的一个影像作品展 它其实蛮抽象的 就是很当代艺术让人看不懂的那种 但是它里面有些形式还是蛮有趣的 像这个就是在不同的场景下 一个人在不停的跑步 然后它是用了不同的屏幕来展现 我觉得这个创意不错 以后我可以用不同的手机来拍 很多这样子的画面 然后把那些手机拼接在一起 就是感觉还挺有趣的 这是我其实是这周二的时候 去了一趟胡椒厂那边 然后吃了一个飞饼 就是我好像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飞饼了 就是最经年的菠萝飞饼还是蛮好吃的 然后看这个师傅在这做飞饼 心里也充满了期待 不过就是感觉它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可能是因为上海的物价就是这么贵吧 就是这样没多少的一份飞饼 还要12、13块钱 就是觉得还有一点点性价比比较低 就是吃了也觉得就是一个挺普通的飞饼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这周因为我暂时忙完了上周的 就是高速的一些小册 还有校内的一个高速竞赛 就稍微有点时间 每周都可以画一画画 就还是画这些零食的包装 这周其实也没有多少是我自己吃的零食 都是别人给的这种包装 就是有些是室友他们在吃的零食 然后我会把包装拿过来画 我觉得我画画还是在上色方面有很大的印伤 像刚才那个饼干它本来是很鲜艳的 就是至少很饱满的红色 但是叫我涂成了 就是线稿都还画的还可以 但是一上色就会很糟糕 就是多少年的铜饼了 就是画了一个康师傅的一个芒果饮料 我觉得这个饮料非常不好喝 但是就是画出来效果还可以 就是我室友吃了一包小龙虾味的乐视 我觉得现在这些零食做的一些奇怪的口味 也还是蛮拼的 像比如说我室友那天还吃了一个辣椒味的 就是辣椒桑胜的可爱多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都觉得非常恐怖 这个倒是我自己吃的一包食用 我前面因为不想每天早饭都去学校食堂吃 就上网买了一些这个 就是这个面包干吧 它的味道还不错 就是偶尔给自己改善 就是换换口味 不要老吃什么饼子什么的 也还蛮不错的 这周就是这样 下周再见 我马上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 祝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